9年来 维婷和郑浩夫妻俩 带着两只爱犬圆缘和香蕉 当狗医生志工 人生从此大转弯 这些人平常是那么容易看到 因为会想说 对周遭的人还可以做些什么 维婷放弃理工背景 模特儿生涯 投入社工行列 郑浩也出走家族企业 想开创自己的路 是我现在要做的 也是跟非营利组织协会合作 两人投入太多时间在志工上 没野心充事业 爸妈劝不听 他们还很年轻 应该是要由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来做 想要做志工 也要先能够养活自己 你没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 你一天晚上 怎么要去帮助别人 这对新手爸妈 还把宝宝和狗狗一起养 更是让长辈很担心 究竟两代的观念差异该如何调和 狗医生有什么魔力改变这个家呢 周五晚上九点 加油狗医生 就在公视频道 谁来晚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